大家好 晚安 今天全球现场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以哈战 现在以哈修战进入到第四天 哈马斯最新再度释放了第四批的11名人质 总计在这四天的停战的期间之内 总共释放了50名的人质 而局中斡旋的卡达当局先来宣布达成协议 这人道停火可以再延长48小时 也就是再延长两天 也代表着将再有20名的人质得以获释 当然现在美中两大强权都是积极加入斡旋的行列 也希望可以扩大在中东这边的影响力 来看到这是美国国务院最新宣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本周将会再度造访中东 也就是以巴开战之后 布林肯这一回再去中东的话 已经是第三次访问中东了 好 他这一回到中东的行程将会走访到以色列 约旦河西岸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主要会讨论三大议题 包括的就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 有没有可能可以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政府呢 另外也要确保其余的人质都可以平安释放 还有加速对于加萨这边的平民人道咒援 另外也要确保这战事不会再有外溢效应 好 其实现在根据专家的进一步分析 其实在这个以巴开战之后呢 拜登政府他们第一时间都是表态力挺以色列 这样的态度是非常的明确而且坚定的 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演变 越来越多平民无辜死伤 美国政府也遭到舆论的抨击说 不要再瞎停以色列了吧 当然后来华府的立场也可以看到是有一些些的松动的 拜登甚至也是公开表示说 两国方案是解决以巴问题的一个途径 所以呢布林肯这一次他访问中东 似乎也是很希望可以加速停火 进一步弥补美国的形象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大陆是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值主席国 那大陆外交部在昨天就宣布 在29号即将举行的安理会以巴问题高级别会议当中 大陆外长王毅将会亲自到纽约这边来主持 好 发言人汪文斌他进一步表示 通向和平的步子就算再小也是值得鼓励的 也显现出大陆方面对于解决巴以问题的一个积极态度 好 同时间来看到这是前驻纽线大使建文集 他则是分析 这一回王毅他特别亲自到纽约来主持会议 是以巴问题上头 未来会不会有所这个琢磨或者是突破呢 他认为是值得关注与期待的 我觉得可能会有突破 因为你这个本来这个安理会的日常会议 中国社会人职主席由张军主持就可以了 那你外长去的话当然就是要不然你重大政策 要不然你重大突破 突破的话因为上一次在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 这个上次的会议里面 就是这些阿拉伯国家跟回教国家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代表团 不是到了北京吗 跟王毅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谈这个以阿冲突的问题的时候 当时我就看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 有一个声明 他说能够推动更高级别的国际合汇 更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合汇 以阿德国际合汇 我想这个案子应该是会比较成熟一点了 那时间也很急 虽然这一次就是说中国大陆 做这个安理会的论主席 有个具体的结议 虽然不是安理会跟联合国做的这个 这个决议可是以阿就停火了 停火了到现在第四天了吧 当然马上可能又要开打了 时候倒要继续打 所以就变成这个 现在这个一个月这个轮值主席期间 那中国交出什么一个成绩单 所以我看那个时候比较可行的就是召开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 那是不是王毅这次去会有在这个方面有所琢磨跟突破 我觉得是可以观察的 现在以哈之间四天的停火结束之后 在卡达的斡旋之下 双方同意在持续延长48个小时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以色列国防部长现在扬言说 停火之后将会展开猛烈的攻击 要消灭哈马斯 毕竟这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CN主持人在台北时间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他是访问了以色列总理资深顾问 被问到说这样恫吓哈马斯会不会受到反效果呢 好来看这位以色列官员他的表态是什么 他说恰恰相反 因为他认为哈马斯会担心以色列持续攻击 会刺激他们继续释放人质 这个 fear that Hamas has of Israel resuming combat 其实是一种 incentive for them to continue with the pause because they know that when Israel goes back to the campaign against Hamas will be destroying their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will be taking out and eliminating their senior leadership their senior command they will be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massive blows from the IDF and that motivates them now to keep this time out this humanitarian pause to go longer so actually the two goals of destroying Hamas militarily and at the same time getting hostages out they compliment each other 好持续要来聚焦的是东北亚的局势 北韩在上周的时候 他们宣称他们是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之后 金正恩说可以几乎都 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敌方的动态 那在周二的时候呢 北韩官媒就宣布说 金正恩已经看到了这个间谍卫星 拍下的美国白宫和五角大厦的侦察照片 好 北韩先前就宣称这个军事侦察卫星 也就是万里进一号拍摄到的敌方目标 其中包括了南韩的首都首尔 还有美国的珍珠港 金正恩说对这个成果非常的满意 但是北韩没有进一步公布卫星的照片 再加上北韩从拍摄到的这个卫星 传回来的照片的时间是非常的短的 好 所以外界对于说北韩的这个军事侦察卫星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呢 目前还是保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 好 另外要来聚焦的是 在缅北这边的局势了 由于缅北内战的冲突是越演越烈 就怕波及到中缅之间的边境 大陆的驻缅甸大使馆就发出了紧急通知 要呼吁还滞留在缅北国干老街的大陆公民 要赶快撤离当地 另外为了防范缅北的这个内战的局势 进一步的扩大 好 蔓延到中国大陆的境内 所以现在大陆官媒也释出了影片 强调解放军在25号的时候 就前往到中缅边境来实施实战化的演训 就是要加强战区部队的边境封控 还有火力打击能力 大陆解放军出动前往中缅边境 展开实战化演训 官媒央视曝光军演画面 多枚炮弹呼啸而过 精准摧毁目标 装甲突击分队更迅速占领阵地 同步发射烟雾弹 为期三天的军演演行重点 在检验部队快速机动及火力打击 等多种作战能力 显然是要向缅甸各方发出警告 打击诈骗的力度不可缓 但不能让内战向大陆外溢 影响中缅边境稳定 尤其日前才发生中缅边境金三角口岸 上百辆货车被烧毁 熊熊大火不断串出场面 出目惊心 这是一列从大陆运家用品到缅甸的车队 却遭到当地武装叛乱分子袭击约120辆货车被焚毁 缅甸内战越演越烈 这也让临近的大陆相当忧心 尤其自十月份以来 缅北青角电信诈骗和内战同时上演 如今数万名设电信诈骗的陆籍人士被移送中方后 反诈已进入尾声 但缅北战火仍持续 由于解放军2015年和2017年曾在中缅边境展开军演 当时都伴随有缅北内战升级的紧张事态 此次再度出动解放军外界解读除了陆方研判 缅北内战可能升级的信号 更大意义上是威慑在缅北战事日趋升级的形势下 树立一道边境保护屏障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